每个人都说 调整生活作息可以帮助 可以让你维持健康 可是要怎么做调整 那个太复杂了 那我觉得 其实如果 如果了解一点阿玉废陀的人 就知道就是说 阿玉废陀我们在建议 那个作息调整的时候 我们不会建议你 180度的转变 而是你慢慢的 顺着你目前的生活方式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去做调整 所以 瑜伽人如果你今天要开始 带入一些阿玉废陀的东西的话 你要先对你自己有所观察 观察到我平常是什么时候会肚子饿 然后我大概要吃多少的量才够 然后我肚子饿了之后 我吃完东西之后 我会很想睡吗 我吃完东西之后 我会容易肚子不舒服吗 然后我这天 我吃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这天会好睡吗 我隔天的排泄是正常的吗 当你开始对于自己 有所观察了之后 你就越来越了解你自己 当你对你的肉体有越来越了解之后 你才会慢慢的对你的能量体有所感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